好高超我們從上個禮拜追蹤這一次 中國直接開閘徐旭東相關的集團 累計的罰款跟這個追繳的稅款金額 已經突破二十一台幣之後 徐旭東表態了 然後他投書的文章 是刊登在聯合報上面 對我們想說聯合報今天很少聽到 看到這樣一個頭版妥協 一個好像一個社論 叫徐旭東 那這裡面當然他有提到說 有一次看到兩岸的經濟實力蕭蕭 大陸的進步 實在令人無法忽略 好這我再畫一下 台灣但是台灣老是什麼 逢中必反的這個所謂的現象 那有擴大的跡象 另外一個他說希望維持現狀 好的選項是台灣人 兩岸關係裡面維持現象 他一向反對台獨 另外支持一中原則 換句話講 後面提到一個叫做資深工業人 這是一個前面一個是集團的霸主 後面一個資深工業人 我來看一下 簡單就是維持現狀 反對台獨 另外九二公司一中原則 另外不要把意識形態掛在臉上 這樣是加領一切 另外他對選戰很憂慮 第四個各位不要逢中必反 我講到這麼多的立場 我們來看一下 你管我們上次講說 他在這個中國有五個地區 江蘇湖南地區總共被罰款 我來算一下 他現在今天登報的報紙 是覺得他很寬宏 大量對兩岸關係 對國際局勢非常有感 對台灣的憂心 我覺得他自己對自己的憂心比較好啦 不要提到 你一個人不要提到台灣的憂心 自然有政府會去處理兩岸的關係 好我們看那一天不是罰了3.85億嗎 好我後來去算一下 3.85億 那隔天啊 那在台灣的所有的股票 遠傳玉明雅尼遠東興東聯原版 遠東銀以及這個所謂的紅遠 隔天總市值跌多少 跌46億台幣 OK 好 那他總市值多少 整個 整個這個雅尼的集團 遠東的集團多少 6000億台幣總市值 換句話說 他隔天就跌到0.7% 快到1%了 如果再繼續不表態 各位 還會跌多少 當然是後來他越來越罰越多吧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 想到越來越負 越來越多 他總市值會跌多少 各位 今天 他經過登報之後 雅尼中國股票漲了 漲了 現在變成4.97了 漲了大概0.61了 好 這我們再看看他 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被罰了這麼多 之後總市值減少對不對 他是個霸氣十足的一個霸主 終於會驚打細算 如果他繼續不登報下去 他總市值會丟多少 不知道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當然我們沒有來推測 他是未來的什麼想法 好 那我們看看 這個徐徐通 其實他染綠通吃的 我跟你講 2003年到2004年的時間 是他走綠營最大的一個旗幟 中共那邊也瞭解了 2003年發生什麼事情 收購嘛 收購的事件之後 我那個時候我在跑新聞 那個時候徐徐通帶了一個 notebook 跑到官邸去找扁掃 告訴簡報說 我要怎麼講收購 收購路要做了好 結果這個收購的原因 最後還是 當然最後決定還是由徐徐通拿走 因為他的這個走扁掃的路線 所以徐徐通是一個商人 基本上他要走政治路線 好 2004年最最著名的是遠通的 遠通的ETC ETC的一個ETEC ETEC那時候剛出來的時候 發覺說 奇怪了 很多這個徐徐通很強勢 這個每一台車500塊 太貴太貴你不要買啊 好後來ETC不是在高速公路 常常出trouble嗎 那個什麼系統的問題 聽說他還是用什麼 遠環外線而已 就沒有辦法符合當初的時候 就很多的ETC 當時就進入很多的 高中法院的訴訟 回歸到到底到時候 你是怎麼得標了 那時候得標有好幾家 一個是三商電腦為主的 台灣語通 台灣語通結合中鋼啦 就好幾家四家公司 陳和東董事長 本來勢在必得 拿到這個ETC 結果最後聽說 這是聽說了 高層某某高層打通電話 叫台灣語通放棄 有沒有這件事不知道 這是一個羅生門 因為陳和東已經過世 沒有辦法 好另外一個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的行政訴訟 裡面當初又去糾正 糾正說交通部 當初在徵選這個問題的時候 ETC的問題 有沒有發現什麼樣一個問題 這個裡面 徐立東也被裁罰好幾億 他不服 拒絕拒絕交款 好這個部分 後來徐立東發覺不對 乾脆說 我乾脆ETC捐給交通部 交通部也不敢用 那時候禁止時而已 好現在ETC沿用到現在 好我們來看看這是扁嘛 這是扁2003到2004 這裡的扁時代裡面 他拿到兩個重案 收購跟ETC 在2008年的 這個馬英九當任的時候 哎這裡面有很多的問題 後來馬英九就替他引建了陳昌文 哇陳昌文就把他收購的官司 給打擺平了 好 然後這個他後來這個 這個徐立東也非常支持馬英九 馬英九就開始提他幾個愛將出來了 江儀化劉兆璇 劉兆璇下來就是王志剛 還有幾個陳瑞龍 這幾個啊都是扁 都是那個馬英九時代的一個 經濟部副院長 後來就變成是什麼 徐立東就轉到藍營去了 好有個問題 徐立東後來擔任是中華文化執行委員 你知道那時候 中華文化總會執行委員有兩個人 一個基本上就是江儀化 另外一個就是就是說行政院院長 都是頂級的啦劉兆璇 所以他已經登峰到馬英九時代那個高層 嗯 但當我最後講句話了 我只能講說霸氣十足 精打細算 嗯 他同時提到說 哎呀我參與喔這個 這個我我我是一個無嫌系的人 何必你們這邊一直在找我的麻煩 嗯 所以他從這個過程裡面 從上海班他到二代之後政商關係從藍綠通吃 現在這一次可能是有點閉門羹嘛 所以才難怪謝近平會講說 你講不如不講 因為什麼 這中共跟不是跟太陽 啊就是什麼這個照射你 啊不能就是什麼樣子 你要今天要找到太陽是北風 你這麼一講 大家以後誰敢投資你的股票 哎我現在問你啊 徐立東這一次被罰之後 後面是誰出來點名 是國台辦嘛 國台辦說不准台獨吃中國的飯炸中國的鍋 說你吃飯炸鍋 對 那徐立東要回嘴的是國台辦啊 但徐立東就回應台灣 台灣人民 聯合報說台灣謀逢中必犯 對 那他最後提到說 就是說國台辦罵他吃飯炸鍋 而且國台辦除了罵他 還有能力追加罰款 然後追繳稅款 所以罰款才從三億八膨脹到超過二十一台幣 那冤有頭債有主啊 徐立東今天的表態說 哎台灣謀逢中必犯 我覺得最後一句話我們研讀一下 未來如何創造兩岸和平的氣氛 創造人民最大福利 端看領導人的智慧 這是他的結論 請問領導人的智慧 是你現在要替政府來 哪個領導人啊 對他講領導人的智慧 中國的領導還是台灣的領導 他說端看領導人的智慧 你解讀得很好 解讀得很好 是我們這邊的領導 一般講領導人應該是中共的用語 為什麼他裡面全部都是中共的語彙 這個我部分啊 我不知道 那這樣子要去人民日報買廣告版位刊登 你刊登聯合報是給誰看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這句話即使你是通失難律 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你這樣的表態 台灣人民對你的看法可能兩極化 台灣人沒有人罰他二十億嘛 冤有頭債有主嘛 罰他二十億從他身上紮錢的人是誰 林光你講到對 他在ETC的時候 他可以跟交通部來打 高等行政法院的訴訟 那請問你在大陸被罰罪 你為什麼不像中共那麼高等行政法院去申訴 去訴訟啊 就默默的吃下閉門羹了 人家幫你做閉門羹 所以我跟他提到說 那我問你他寫這篇文章 你覺得他在中國的紛擾紛 可以告一段落嗎 我剛剛就講了 台灣沒有人罰他二十億 罰他二十億的人是中國官方 那各個地方政府最後包含了這個稅務當局也追稅查稅 所謂合計二十億 那我覺得台灣沒有任何單位突然給他一個二十億的罰答嗎 我覺得你剛剛講的對 中共國台辦如果因為他這一篇文章就覺得不罰了 那還叫中國國台辦嗎 這才幾行制 我跟你講 這才幾行制 我再吐你一個草 對 這篇文章如果可以抵二十億的罰款 我徐旭東我先買聯合報 把聯合報收購買下來 聯合報太好用了 然後那些被丁台讀的每個來刊登 一個版位值十億五億八億 我跟你講中國國台辦還是希望你在中國大陸未來有什麼舉動 以及未來的綠色假設再這麼公德或其他的假設 對中共來講 這個意態非常囂張的時候 你徐旭東這句話 這個版面太弱了 我只能講說他是一個霸主 他是個精打器材 但是這次是什麼 謙卑謙卑再謙卑 過去他的歷史 當然有謙卑嗎 這個大家就有一些謙卑 他講一中連接講現在 沒有沒有 他講九二共識 我跟徐董報告一下 演藝圈都怎麼謙卑 我跟你講演藝圈的明星表態都是 我是中國人 我熱愛祖國 我支持祖國統一 這三個事情是標準答案 林冠 這個我要補充一下 你講中國大陸那幾個演員 他們有簽一個書 叫做一個備忘聲明書 他裡面簽名的說 我要什麼行政中立 不能夠擾亂社會的氛圍 然後我要做一個公益的事情 那個影韭謙卑 後來每個人都簽一個聲明書 你徐旭東這幾張是聲明書 我只能做個結論 他是個精打細算 可是他過去是關關難過 關關過 這一關能不能過 其實不知道 就看國台辦的立場 最好國台辦明天出來 朱聯鳳明天再出來 明天再出來講 到底他的這一張效應如何 我就這個重點 效應好嗎 抵20億了 記者可以去問他說 人家徐旭東已經講出來了 已經有七個要點的一中原則 九二公司反對台獨 然後不能夠逢中必反 這幾個四個重點的主軸 那是不是中國要稍微讓步一下 這一點可以問記者 記者請去問國台辦 請問國台辦 請問國台辦